记者张义成怡兰报道,蓝羊溪床怎么下雪了?原来是田根子草盛开,水利鼠第一河川菊近年在蓝羊溪河床广直田根子草,随时续进入秋冬,田根子草沿西床河道盛开,白色碎花随微风飘荡,形成营白色世界,吸引不少民众驻足拍照。 不过,这片银白色世界不是天然形成,而是义和菊刻意营造的景点,义和菊指出每年迅期结束后,蓝羊溪床直辟多会出现裸露,只要入秋后一碰到东北季风溪床就会吹起阳尘,考量尘土跟民众健康影响,在专家敬意下采生态方式广众直辟来做医治。 义和菊六年前开始,陆续在蓝羊溪传广植芒草作物,起初先种植橡草,但因橡草为外来种植物,第二年改种田根子草,芒花等植物,六年来,从蓝羊溪口往上游算起,种植面积已达50公顷。 天根子草每年10月底盛开,蓝羊溪盼已可见整片似雪的美景,花期持续到12月中旬,义和菊指出民众想赏秋雪。 除蓝羊溪口外,罗东西广兴,鼻仔头也已出现盛开景象,可把握盛开时间,欣赏秋冬限定的白毛美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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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秋冬限定的白毛美景。